专注电影解说,谈论不同电影剧情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《静静同学看电影》。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,从小就能浑身发电,男同学发现后直接把她当成了充电宝的电影,电机女孩。 翠花从小就是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女孩,只要是紧张或者是害怕就会发电,小时候经常会因为这件事情电坏家里很多电器。 翠花的爸爸发现,只要女儿心率达到120就会发电,眼看女儿已经到达了上学的年纪,为了防止翠花变到同学,爸爸给翠花带了一个心率报警器。 这一天,翠花看见同学钓上一只鱼,让大家很开心,于是跑步让自己心率上升到120,然后把手伸进了池塘里,把鱼都电了上来。 但是同学们不仅没有很开心,反而还认为翠花是个怪物,因为自己的特异功能,翠花转了很多次学。 这一次,翠花好不容易来到了一所重点学校,学校里有一个男神,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,翠花也在其中。 这一天,翠花在打印室打印东西的时候,男神的资料从书包里掉了下来,刚好被狗蛋捡到。 翠花喜欢男神的秘密暴露在狗蛋面前,翠花心率上升到120,不小心电了狗蛋还电坏了打印机。 翠花回家告诉爸爸,爸爸决定再一次给翠花转学。 第二天,狗蛋找到翠花,说自己会保守秘密,希望翠花不要转学。 翠花告诉狗蛋自己从小就会发电,狗蛋还把翠花当充电宝,让他给自己手机充电。 很快在学校,男神主动搭讪翠花。 翠花害怕电到男神,拼命逃走。 男神意外看到翠花的跑步特长,邀请翠花加入接力赛。 晚上,狗蛋来找翠花,他告诉翠花自己失恋,想让翠花将自己垫死。 翠花告诉狗蛋自己加入田径赛的事,狗蛋鼓励翠花勇敢追求真爱。 接力赛如期举行,本来翠花是第二棒,但是翠花跑步会电到同学,主动的换到了最后一棒。 看着男神细长的大白腿,翠花心率早就120了。 翠花一直不敢接男神的接力棒,怕电到男神。 最后故事曲折,翠花接到了接力棒也赢得了比赛,但是翠花觉得十分丢脸。 狗蛋看着这个单纯的女孩有一点心动,男神也在慢慢相处中喜欢上了翠花这个单纯的女孩。 在狗蛋的神助攻下,翠花和男神约会成功,最后男神向翠花表白,翠花却因为雨水的原因电到了男神。 在狗蛋的鼓励下,翠花向男神坦白了自己的超能力。 但是翠花还是意识到,自己一直喜欢的是陪在自己身边的狗蛋。 在男神的鼓励下,翠花和狗蛋牵手成功。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舔狗舔到最后,应有尽有。 想要追女神的男生们注意了,麻烦看电影的时候用小笔记记下来。 不过,如果你爸是王健林的话,就到我没说吧。 你是怎么看的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。 感谢观看